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常常说工艺上其次必先利其器 所以说呢 我前段时间在网上买了这个可调电源之后 然后在用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夹子有点少 这个输出线有点少 有时候需要几个地方同时给它供电 或者是在测试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大家也知道我又收这个万用表 因为我这个手要给大家演示 所以说这个万用表的这个表比 我就没法去操作 所以说我就又买了点这个鳄鱼夹 以及这个硅胶线 然后这个测试夹 还有这个香蕉头 我们来做几个这种测试线 包括这个供电线到时候 再跟大家做时间的话就比较方便 我们来看一看买 好这就是我买的这一些东西 这个鳄鱼夹可能这个测试夹 大家可能比较少见 我买的这个测试夹 因为这有些细小的地方 用这个钩子 比较好钩 我这还有这个小号的 有个小号的测试夹 这个更更方便 测试这个细小的地方 然后这是鳄鱼夹 然后这还有这种香蕉头 就是这个另一段这个插头 可以插到这个万用表里面 也可以插到这个可调电源里面 然后又还有这些软的硅胶线 然后我们现在来把它做个几幅 到时候再做实验的话就相当方便 我们现在把这个夹子焊上 我们先来把这个黑色 这个应该有个黑色的 黑色线 我先用这个红色的吧 然后穿进去 然后把这个夹子把它焊上去 好 这样就焊好了啊 焊好了啊 然后把这个夹子把它套上去 好 这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我们接这个头子 接个红色的头子 这个头子是不用焊的 我们把它剥一下 这个头子是不需要焊接的 我们这边稍微剥长一点 然后把它霜一下 霜成这样子 然后把上面还是加一点锡 因为它加一点锡的话 用这个螺丝拧的话 是比较结实一点 好 这就相当紧 这就做完了一根 我们等会儿接着来做这个黑色的 好 这个线我做了三组 我已经做完了 你看这边三个黑的 三个红的 然后这个线呢 有的这个红色线没有了 我就用别的颜色线代替的红色 这边呢 我做了一对鳄语夹 然后两个小号测试夹 还有两个大号测试夹 一共是三对线 在以后做什么试验的 或者说维修的时候 直接就不用这个手 拿着这个万用表笔去测量 用这个可以在手 就在手忙不过来 或者手不方便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来测试 就比较方便了 大家可在家里也可以做几个 喜欢搞这种维修这些朋友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